大家好,我是李娜 唐人公乐图是一幅在线晚唐宫廷女子品茶奏乐的画作 这幅画占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为捐本色色 画面中央有一张巨型方桌 十二位宫廷女子或作或占 围绕四周 她们有的轻摇团扇 有的悠闲品茶 有的吹弹奏乐 她们手中的乐器自右而左 分别是碧莉、琵琶、鼓针和声 旁边站立的两个女子中 还有一个正轻敲哑板打着结盘 这曲子想必是悠扬动人 你瞧桌子底下的宠物小黑狗都半眠着眼 陶醉在音乐声中呢 在她们围坐的大方桌上摆放着各种茶具 画幅右侧中间一名女子手持长柄茶勺 正在将茶汤分入茶盏里 她身旁的女子手持茶盏 似乎听曲子入了迷 连茶都忘了喝 画面左下角的女子正细细品味着茶的芬芳 而她身边的侍女则伸出右手等着为她添茶 唐人宫月图里刻画的十二位美女中 有十位打扮得非常隆重 那么她们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有人说呀 她们是宫中的嫔妃 闲了没事 大家坐在一起玩玩音乐 但也有专家指出 她们呢 应该是宫廷女乐师 理由是这样的 在这个古代的人物化当中啊 人物地位的尊卑是用形体大小来表现的 身份尊贵的人就画的大点 身份低下的人就往小里整 这个呀 跟你本来的高矮肥瘦完全没关系 比如在宋人宗皇后的画像中 这个皇后看上去有侍女的两倍大 在唐人宫月图里也是一样 两个站着的侍女身份低 明显呢画的小 而其他十个女子画的比较大 这十个人呢 不仅身形大小完全一样 坐次服饰也没有明显的区别 如果是嫔妃的话呢 肯定会有不同的等级 所以啊 她们很可能是女乐师 这幅画上啊 并没有画家的款应 作者呢不详 既然如此啊 有人就会问了 你凭什么说是唐人宫月图 而不是其他朝代的呢 的确 这幅画呀 曾被误作为原人宫月图 后来啊 专家仔细考证了画面的内容 才将它的年代确定为晚唐 咱们先来看看画中女子的装扮 她们身着唐代最流行的服装 高腰如群 甭管你是胖还是瘦 只要穿上了这款裙子 身材的缺陷就全被拥起来了 这样的设计是不是很有才 咱们再来看发型 她们呢 有的将头发梳向一侧 这叫舵马迹 有的呀 则将发迹向两边梳开 在耳朵边竖成球形 叫做锤迹 还有两名女子头戴花冠 形状就像是把一顶帽子套在头上 看上去五类妖娆 此外 绷着竹席的长方案 腰子状的月牙脊子 饮酒用的雨伤 都与唐代的时尚相符合 还有一项重要的证据 那就是啊 这幅画表现了晚唐宫廷的饮茶方式 首先人家不用茶壶 桌子中间放的是大茶斧 其次 人家真茶不是直接倒的 而是用长笔的茶勺 将茶汤盛出 再分别舀入各自的茶盏中 注意了 这喝茶用的呢 也不是杯子 而是有圈足的碗 这倒有点像咱们今天的大碗茶 饮茶的风气啊 在碗汤十分流行 我们熟知的茶盛鹿语 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了茶经 他在书中呢 摒弃了唐代以前粗放的饮茶方式 极力的提倡监茶法 而我们眼前的这幅唐人工业图 可以说是监茶法场景的部分重现 也是碗汤公廷茶室 重要的形象证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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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